随着道光帝病情的日益加重 立处之势已不容再脱 四子异主虽不失为地位的较好人选 但六子异心应有果断的形象 又经常浮现于道光帝脑海 经过深思熟虑 道光命二人就治国之道 分别发表见解 以便最后定夺 异主异心深知立处成败与否 在此一举 分别召来了自己的老师商议 异心的老师卓炳田 对自己的学生的才智深信不疑 便告知曰 皇上若询问治国之道 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异主的老师杜寿田 诚服很深 比其弟子异主有过之而无不及 权衡力毙吼 对异主言道 阿哥才智见识不如六也 如想获胜只有一策 适时皇上若自言并重 将不久于适时 阿哥为伏地流涕 以示子臣仁孝之心大事可成 二人在答对中如法炮制 异心为先发制人 就国家政治之道高坦阔论 极有条理 道光帝很是赞赏 但异心对父亲的病情 疑自未提 似有漠不关心之感 轮到异主答对时 异主避重就轻 在其父亲的病情上 打作文章 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 动情之处乃至 替泪交流 常跪不起 表现出了极大的表演天赋 道光深为感动 最终选定了貌似仁厚 实乃轨迹多端的义主 为皇位继承人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公元一八五零年 道光帝病危 即召十多位大臣于御踏前 秘役传位大使 遂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 取下绝侠 当众开启 内藏传位诏书 黄四子义主立为皇太子 同时宣读皇帝诸裕 黄四子义主 助立为皇太子 尔王大臣等 何代正言 其同心赞俘总以 国际名声为重 抚恤其他 义主梦寐以求的黄泉 终于到手了 值得一提的是 绝侠中除了传位诏书外 还有另一道御旨 尚书 黄六子一心封为亲王 这种一指两欲的情况 在清代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道光帝 在皇帝人选上 矛盾重重的心态 悦然止伤 义主继位后 义心愤愤不平 二人间隙日深 无奈义主大权在握 义心也只能 俯首称臣